无拘无束的勇气系列 表达未知的世界 等着我们去挖掘 鼓励大家勇敢地去尝试 新世代创作家郭芳瑜 将自己比拟成动物 作为创作主角 期望透过聊玉戏的可爱动物 抒发人们内心的压力 我的作品主要是 把我自己当成是画面中的动物 来当作主角 并配合颜色的搭配 还有画面的配置 想要呈现出的是一种比较疗愈 还有可爱的氛围 然后来作为我心情上的一个抒发 无拘无束的勇气这个系列 这个作品主要分为一和二的部分 一到二的过程主要是在说明 从一开始的畏惧到后来的勇敢 兔子被关在玻璃罩的那一幅 因为我比较容易对位置领域感到害怕 所以常常还没有开始尝试 就给自己画地自现 系列二的部分就是兔子 它是一个弹簧 就是可以这样摇摇摆摆的样子 那这一个部分就是很像 在给自己期许说 希望自己有一天就是也能够 就是像兔子一样勇敢地跨出去 就是不要畏惧 就是做自己最想要做的模样这样子 郭芳瑜创作的 无拘无束的勇气系列作品 其中关在玻璃罩的兔子 比喻着现代人容易画地自现 而装着弹簧的兔子 是期望人们能突破成为 表达未知的世界 等着我们去挖掘 鼓励大家勇敢地去尝试 十方新闻 黄慧如夏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